来自上海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上海每年有3.7万人是死于癌症 平均每天就会新增169名癌症的确认患者 那对于癌症病人来说呢 确诊的越早对治疗就越有利 昨天在上海国展中心开幕的第75届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上 一批世界顶尖的设备亮相 对癌症早期的确诊和成功的手术意义重大 这是上海联影自主研发的世界上第一台 112环数字光导PATCT 拥有最大的扫描范围 以往做一次全身扫描要15到20分钟 但用这台机器只要5到10分钟 这样一来病人受到的辐射剂量降低了一半 更关键的是这台机器让医生看得更清楚 一般在一个厘米以下 大家就觉得就很难去诊断了 我们现在这个PAT的分辨率可以达到2.8毫米 就在早期的就把它发现了是吧 这是我早期经过手术的干预 它整个那个存活率是很高的 112环PATCT已经在上海中山 华山 北京宣武等医院临床应用 今年还有望在日本装机 1号展馆里的这个大家伙 只能把PAT与磁共振技术合二为一 做核磁共振检查的同时 就能够发现肿瘤物是否已经转移 诊断效率因此大大提高 发现了这病灶之后 我就需要进一步做CT或者核磁 这是我们常规的 那么我做完核磁可能诊断之后 我还需要回头去做PAT 为什么我要看它全身的情况 如果肿瘤标志高或者超生发现一些异常 我就可以一次就来做这个检查 那么一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而不需要像以前我转很多科室 肿瘤确诊之后 手术就很关键了 脑部肿瘤周边牵扯大量纤维神经 有了这样的采用虚拟现实和虚拟增强技术的四地图像 医生可以做到360度观察器官组织 下刀就能更为精准 而过去医生一般只能靠二维图像来判断肿瘤的位置 二维就是一个平面的 就是说你看到就是一个断面那个东西 完全有可能说有些关键信息你把它遗漏掉 那有了这种比较直观的这种四地的这种方式的话 那你如果预先能知道说 哎呀我肿瘤在这一块 然后呢我应该去怎么尽到 精准的去去做这个手术 年内上海长征华山瑞金等医院将有望用上四地图像来辅助肿瘤手术 那你不到实际上海长征华山而是一场五地图像 那你对毛鲤 一场五地图像 一场五地图像